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来带的是宝可只能3分钟 用约末3分钟时间介绍宝可梦卡牌 可能是你看不懂使用方式 或是有趣的combo 今天要介绍投入在梦幻构筑中的 多龙梅西亚大皮鸟V 这是国际版选手Sender Blow 在一场1139人的阿赛中 达到第22名的特殊梦幻 那么在进入整体之前 还没订阅的帮忙订阅下吧 会员机制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大家发生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员先例文章 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卡表 除了常见的通灵雪道 放逐吸尘器搭配缠判以外 多投入的多龙梅西亚跟大皮鸟V 这个组合在满足条件后 能完善洛奇亚VSTAR 多龙梅西亚招式死缠烂打 一朝打失点 在下个对手的回合 受到这个招式的宝可梦无法撤退 洛奇亚VSTAR这套牌多半位的顺畅 不会投入宝可梦交替或离动神等卡片 两类的方式会是用双重窝的能量来撤退 所以我们能使用这多龙梅西亚的招式 先将对手的宝可梦抓出来后 断旗撤退方式 进而阻断对手的进攻 不过洛奇亚的能量有超多种 想要断旗输出的话 把目标放在南瓜金、玛纳菲、霓虹与V 虽然其构组也会让这两只宝可梦输出 不过有花雾鸟能协助减伤20刚好抵消 接下来只要每回合无法输出 我们就能慢慢消耗对手的排库 进而达到抽牌阶段没有排抽的胜利条件 大笔鸟V的部分就是使用特性 消失之意 若这只宝可梦在备战区 则在自己的回合可以使用一次 将这只宝可梦与附加拉卡 全部放在自己的排库重启 以达到我方排库永远抽不完的状态 其次的使用方式 也可以搭配裁判或杜鹃 在使用它们之前 先将大笔鸟下至备战区 使用完后再用大笔鸟的特性回排库 将能避免裁判跟杜鹃将大笔鸟抽起来 能量需求这点也不用担心 不会直接使用多罗梅西亚来输出 而是借助梦幻VMAX的交出会流使用 万一多罗梅西亚不幸开局 其会流的标签也能让盖诺赛克特抽牌 这个combo所占的空间仅有两张 是个很好挂附的组件 不过目前繁重版洛奇亚的排行占比没有相当高 加上南瓜金跟马拉菲数量也不多 可能只剩下霓虹与教能针对 下一代三年音爆的新能量 喷射能量登场后 无痛让洛奇亚增加了换位的卡片 想运用这combo的话 似乎只剩下这次高雄爱楼了 我也在上星期A楼居城市联盟赛中 看到训练家使用这套 好的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欢迎留言带着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谢谢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拜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大鼻鸟 能在旅途最后两集回归